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先简单介绍一下赖律师 赖律师是台大法律系毕业 他非常的关切 两岸协议等等相关的社会运动 他现在呢 是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 好那邀请到赖律师 他其实以前 当过台大学生会的会招 然后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 那这一次啊 这个柯文哲说 要重启胡茂这个事情 那我想 对台湾未来影响应该是非常的重大 因为这个 侯友宜他也赞成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赖律师 就是因为2014年啊 这个 他说他其实当年没有反胡茂 在太阳化学院的时候 到底他当年有没有反胡茂 他内心有没有反胡茂 我们没有办法帮他猜 就是反胡茂运动的一些场合 柯文哲是有道场 他是有道场 那包括一些公厅会也好 运动的场合 他有道场 当然他待的时间都不久 就是没有没有跟大家一起 就是长期的待在立法院附近 这个倒是没有 那 看 目前看起来就是 他应该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情境啊 然后 选择对他 目前的 呃 政治计划最有利的方式去 选择性的讲 他认为 对他有利的东西吧 什么叫做政治计划 呃 可 可现在要选总统嘛 好 那我觉得他这一次抛出 这个所谓的重启福茂 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 跟侯友宜 争夺 蓝赢的 选票 好 那因为现在 呃 看来就是 柯是 民调第二名 嗯 好 那 呃 他如果 大概他的想法是希望说 能够更明显的 好 那个争取 蓝赢的支持者 嗯 那就是 过去 呃 20 2012 2016 以来 好 那民进党跟国民党一个很重要的 呃 政见或政治主张的不同 嗯 当然就是对福茂货帽的态度 嗯 那用这个重启福茂 哦 来争取蓝赢选民的支持 嗯 应该是呃 柯文哲目前的呃 呃 政治估算吧 嗯嗯嗯 OK 所以他要挖蓝赢选票 对 好 那啊 这个如果说重启福茂的话 他的影响是 什么 呃 呃 柯现在的讲法 嗯 是说 呃 呃 他 这个要先定监督条例 嗯 嗯 然后 呃 就是 先货帽再福茂 对 好像 当然重启福茂 应该是 这个整个社会反对的 人 应该是排山倒海 嗯 那因为那个过去福茂协议 那个已经签署了 然后他对这个台湾社会的冲击 在那波运动里面 已经被充分拿出来检证 嗯 嗯 证明是一个呃 避 远大于利 嗯 嗯 的协议 那柯现在想 就是遇到反对的声音 好 那个他现在要淡化这个重启福茂 这个印象 嗯 柯现在的讲法是 先货帽再福茂 好 那但是我我我要我要讲一件事情 好就是 呃 这不管福茂或货 好 基本上 呃 就是要跟中国 签自由贸易协定 嗯 要跟中国成为自由贸易区 嗯 那他的定义是什么 他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不是柯文哲可以 那个自己画一张图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呃 呃我们要知道 呃台湾跟中国都是WTO的会员国 嗯 然后WTO的原则是普遍性最会国待遇 嗯 也就是非歧视原则 嗯 你不可以对谁特别好 也不可以对谁特别不好 嗯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如果你两边是自由贸易区 嗯 你两边是自由贸易区 对 你两边是自由贸易协定 嗯 那这样 台湾给中国的优惠 嗯 其他国家不可以主张 嗯 中国给台湾的优惠 其他国家也不可以主张 嗯 好 所以呃 简单讲 不管福茂 货 ECFA 都是 自由贸易协定 嗯 好 你如果 要 签福茂货货的话 就是跟中国 变成自由贸易区 嗯 那照 WTO GATT的定义 两边 就是经济一体化 嗯 就是 90%以上的 产品 必须零关税 嗯 绝大多数的服务贸易部门 要互相开放 嗯 好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定义不是你 台湾跟中国可以自己定的 嗯 好 就是 呃 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样 嗯 就是高度的整合 高度的开放 两边就是经济一体化 嗯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中国的经济那样 谁要去跟他一体化 嗯 好 你现在还要去跟中国经济一体化 啊 这就比较多了 嗯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赖中强律师啊 啊 赖律师啊 啊 刚刚谈到所谓的这个 重启服贸谈判 就是 啊 对中国的服务业 贸易的谈判 对 OK 那这个啊 他刚刚讲就是说 呃 这等同于在跟中国签FTA 好 也就是所谓的自由贸易区 那 所以呢 这个自由贸易区 最后其实就是经济一体化 哦 双边零关税 货物应该是零关税 对 那么如果是服务业的话 那就是两边都要开放 对 绝大多数的服务业要开放 嗯 然后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产品 必须零关税 嗯 嗯 可以 啊 举例说 比方说什么样的产业 他必须要开放吗 哦 在服贸 在服务贸易里面 哦 那 呃 呃 当时开放最大的几个争议嘛 哦 一个是批发零售业 嗯 啊什么是批发零售业 所有的买卖都是批发零售业 嗯 你你电子3C产品也是批发零售业 嗯 好 那那个Seven便利商店也是批发零售业 嗯 好 然后 那个 呃 我们几乎在服贸协议谈判里面 所有的买卖业批发零售业 通通开放了 嗯 除了极少数武器的买卖 嗯 没有开放 然后药局没有开放 嗯 其他几乎所有的批发零售业都开放了 嗯 然后那个服贸最大的争议 美容美髮业 嗯 汽车维修业 嗯 这很多 那个修理 奥巴巴的啊 啊修理汽车的啊 然后美容美髮啊 嗯 这个很多 基层的 那个 维生的 产业 嗯 然后运输业 嗯 运输仓储 这些都要开放 嗯 OK 所以如果是 啊美容美髮 那中国人就可以来台湾啊 啊做美容美髮 对 那台湾也可以去 对 啊啊啊啊 那现在 以现在来讲台湾可以去吗 以 嗯 那个 以 以现在来讲 那个 中国 中国其实 中国对台湾的服务业的 你如果去中国那边开店 嗯 那个 他绝对禁止的并不多 嗯 但是他有很多潜规则 嗯 就是你真正要去他那边投资 对 好你即使进了他的国门 他到那个省 到那个每一个县市 好 嗯 嗯 他地方上你要在当地开业 嗯 要申请营业执照 都有很多潜规则 嗯 嗯 这就是跟中国 谈服贸最大不公平的地方 嗯 对我们而言 我们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嗯 我们只要把这个开放项目 放在服贸协议承诺表 嗯 就是代表就是门就开了 嗯 对中国而言 他即使 说我没有禁止 或者是把这个项目放在服贸协议 中国的承诺表 嗯 那也只是开了国门 嗯 他开了国门以后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到江苏省 哪一个县 好 哪一个邻里去开点 嗯 这是另外一回事 嗯 好到时候他公安找上门 一大堆的事情 嗯 好那这个也是 呃 基本上我们是主张 没有必要跟这样的国家谈服贸 嗯 嗯 你谈了也没有用 嗯 OK 那 呃 如果从 呃 就是说竞争的原则来看 那开放中国的 呃 这个服务业来台湾 比方说美容 这个美容美法 那 呃 不是 让结育的消费者会比较 得到比较 好的待遇吗 呃 最近那个 呃 富士康的一个 退休 呃 富士康一个离职的干部 嗯 哦 他在谈他对 他在中国的体会 嗯 嗯 这个中国的 这个 服务业 哦 中国的产业 他的 呃 生存逻辑就叫做养套杀 嗯 嗯 就是他一开始他会降价 嗯 好 他会他会降价 让消费者 好 觉得呃 开放中国的 那个美法业比较便宜 嗯 嗯 接下来他会涨这个 这个 呃 美容 师 的工资 嗯 好 那个 把很多的 这个 呃 劳工 吸引到他的店里面 嗯 到中资的店里面 好 啊但是呢 等到 好他取得市场的 優势以后 嗯 好 取得市场優势以后 嗯 第一個 他会又涨价 嗯 好就是因为他毒大了 嗯 他就可以涨价 他把客人养养养养养 养养养习惯了 对嘿他他他就 套住了 他把其他人他把其他业者打趴了 嗯 他把其他业者 因为价格啊 对嘿 他他他就那个 他就变成是市场上的那个少数的垄断者 嗯 嗯嗯 然后接下来 他引进中国自己的劳工 嗯 好你这个台干 用了两三年 他其实也就不用了 嗯嗯 好那那个呃 呃 富士康的 那个呃 应该是 那个 他 退休的一个也算是 一个重要的干部 嗯嗯 就是说他是就是因为这样 看懂了中国的市场的逻辑 嗯嗯 好他就离开中国了 嗯嗯 好那为什么中国可以这样做 嗯 好因为 没有错他 他 他 那个资本的规模大 嗯 而且很多企业有国家的补助 嗯嗯 好所以他可以这样玩 嗯嗯 好 其实 这个事情对我们是 对金米连而言啊 再熟悉不过了 嗯嗯 嗯嗯 我们有一家业者 对 好 中国腾讯 嗯嗯 好他支持的一个电商平台 嗯嗯 就叫做虾皮 嗯嗯 他在台湾就是这样 蝦皮以前就是免运费嘛 嗯嗯嗯 好免运费 然后把很多的业者都打趴了 对 不只把其他电子商务的业者打趴了 嗯嗯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买东西都透过虾皮 是我们很多的小的批发零售业 都收起来了 对 全部进入那个电商平台 嗯嗯 那这个电商平台卖的很多都是中国货 嗯嗯嗯 当年虾皮进台湾的时候 好 就是 那个免运费 零运费 好 大家都很高兴 好 等到他的市占率 见得很大了 然后他现在有很多虾皮电刀电 他开始 先前金命连有统计 多毛钱 这个最近两年不到 两年不到 他涨价涨的超过七次 喔兩年涨七次 对 那就是从免运费到一直涨价 其实一套商业做法 就是中国的大企业他所玩的 因为他财大气粗 以中国就是腾讯在中国 他运作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 然后他要抢台湾2300万人的市场 你说他可以准备多少银量 砸多少重金 那个绝对是不成比例的 那既然两岸的这个服务业贸易条例 并没有谈判 为什么虾皮能进来呢 虾皮是这样 金明年一直在跟投审会 检举虾皮是违法中资 那虾皮的讲法 虾皮的讲法 虾皮的讲法是说 他是新加坡商 他是新加坡商 那个是 那个叫做东海集团 他叫新加坡商 但是其实第一大股东 就是腾讯 那对我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解释一下 马英九当年做了很多错的事情 包括签服帽 服帽我们挡下来了 第二个 他用行政命令 开放中资 以及他把那个 就是 很多外资伪装成中资 很多中资伪装成外资进来 那个投审会的门都放得很宽 那这个部分 就是很遗憾的 就是我们的投审会 那蔡政府这段时间 并没有把马英九政府的错误 扭转过来 填补过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 虽然我们挡下了服帽 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完全全 阻止这个中国的一些大企业 在台湾的活动 有的我们阻止成功 比如说阿里巴巴 那 那 比如说 于平海的南海控股 要来台湾盖双子新大楼 这个我们阻止成功 对 那 那个 但是有些我们没有阻止成功 比如说像虾皮 那因为我们 他 他背后最大股东是腾讯 但是 他现在的 他现在讲法是说 因为他腾讯的持股 不到三成 所以他不算中资 这个 你要控制一家企业 其实持股不用三成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赖宗强律师 赖律师呢 同时也是 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 然后老实讲 过去在两岸的事务 特别是在经济协议的签署 他非常非常的关心 那 这个 刚刚他讲的重点就是说 柯文哲想要先 过监督条例 再来是货帽 再来是胡帽 所以 其实货帽过 胡帽过 对台湾影响都非常非常重 是 那么 这个 如果货帽过的话 那百分之九十 的这个货物要连关税 对 那另外就是 如果货帽 这个货帽过 胡帽过的话 服务业的 绝大部分都要开放 对 好 那台湾能不能承受得住呢 还有就是说 柯文哲难道不晓得 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吗 他也曾经呛说 哪那么严重啊 不然民进党把 ACFA关掉好了 我先请教一下 来律师 那难道柯文哲 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呃 他应该不是不知道 嗯 好 那个 呃 比如说 谈那个货帽 好了 货帽 如果你要跟 中 你要跟中国 谈货帽 嗯 那中国最主要的诉求 好 就是贸易正常化 嗯 好 那就是台湾还禁止 中国的限制进口的一些产品 好 他中国要求要开放进口 嗯 那问题来了 请问柯文哲 台湾要不要开放中国稻米进口 嗯 好 台湾要不要开放中国农产品进口 嗯 好 那这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不只是对农民的影响 而且还有国家安全 粮食安全上面的影响 嗯 好 那这个 呃 非同小可 嗯 好 那这种事情 呃 苛 即使 不可能不知道 嗯 是 呃 如果开放货帽的话 换句话说 你说我们也必须要进口中国的 农产品 啊 农产品 包括稻米 对 对 那是因为中国的稻米很便宜吗 会把台湾击垮吗 呃 这个是 这个是 应该是这样讲 嗯 这个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呃 中国跟台湾的那个纬度 嗯 接近 对 好 然后 所以很多的农产品 嗯 是高度 重叠 高度重叠 嗯 好 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生产成本 嗯 好 他的比如说土地 嗯 好 那个人力 他的生产成本 低 比较低 好 那呃 当然你如果要照国际贸易的那个比较分工的理论 嗯 就是说呃 中国稻米如果比较便宜的话 那我们就自己不要生产稻米了 嗯 我们就进口中国稻米 对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土地 嗯 好 拿去做其他用途 嗯 好 这个国际贸易理论是这样跟我们讲了 嗯 但是这个是只考虑贸易 嗯 好 不考虑其他事情 嗯 嗯 如果 台湾不种稻米了 嗯 好 台湾没有稻米了 台湾所有的稻米都是吃中国的 嗯 我们真的 觉得安全吗 嗯 嗯 是 那你刚刚讲说 呃 柯文哲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那既然知道他为什么要做呢 我想呃 最主要应该还是选票的考量 嗯 好 最主要应该还是选票的考量 就是为了要 嗯 要跟侯友宜强蓝营的选票 哦 那另外我要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事实上中国非常在意 呃 重启福贸货贸 嗯 这件事情 呃 中国哦 对台的整个战略 嗯 没有那么复杂 哦 他对台的总战略写在反分裂国家法里面 哦 2004年通过 2005年 对 反分裂国家法里面 好 他里面呢 最重要就三个条文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嗯 好 第六条叫做交流 嗯 各种的交流 通商啊 通行啊 好 贸易啊 嗯 哦 然后社会交流啊 人员的往来啊 哦 第六条叫交流 嗯 第七条叫做政治谈判 嗯 好 中国希望呢 跟台湾政治谈判 嗯 好 最好谈这个军事互信机制啊 和平协议啊 好 然后结束敌对状态啊 嗯 好 就是 然后跟 希望台湾跟中国去谈一国两制 嗯 台湾方案 好 好 好 第七条叫谈判 第八条呢 就是不排除对台动武 嗯 好 那基本上 动武是他最后的选项 对 他希望不动武 台湾就能够呃不战而屈人之兵哦 希望不动武台湾就愿意 臣服于中国 嗯 那就要和谈 嗯 那 他用什么逼台湾跟他和谈 嗯 就是他希望台湾的经济依赖中国 嗯 一旦台湾的经济完全依赖中国 你所有的稻米都跟我中国买 你台湾自己没有生产稻米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 嗯 那个 我也不用派解放军打台湾了 嗯 好 所以 那个经济交流 是 那个 他的一个重要的法宝 嗯 中国就是希望台湾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嗯 那一旦你失去了经济自主性 你就没有政治自主性 好 那基本上 他的这个案例很清楚 写在反分裂国家法里面 嗯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政治报告 写得很清楚 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 是要为祖国统立 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嗯 好 所以所谓的经济交流 所谓的经济一体化 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台湾 失去经济自主性 嗯 一旦你没有经济自主性 你就没有政治自主性 嗯 那你就跟我来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吧 OK 嗯 那中国我们注意到前一阵子 嗯 中国对台湾发动一个贸易壁垒调查 嗯 他就是说哎你台湾这个对我不公平贸易 嗯 台湾限制很多中国农工产品进口 好 那要求要要进行调查 嗯 那我觉得这个调查其实是深埋伏笔啊 好就是他调查的时间的截止日 刚好在我们总统大选那一天 嗯 好 然后再来 那个 截止日是1月13哦 对 2024年1月13 对对 哦 哦 一月12了 前一天 前一天 好 那个 这个 那为什么要这样弄呢 其实就是要警告台湾选民说 哎 你 你要想清楚哦 你要是 那个投票给我中国不喜欢的人 哦 我可能会对你贸易报复 哦 你说那个 2024年1月12的这个贸易壁垒调查的 截止日 对 哦 哦 对 嗯 哦 是 他就是希望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 另外我认为 他有更深层的用意在 是 就是说 他要做求给 如果 嗯 泛蓝或亲中的候选人当选 嗯 好 让那个候选人呢 就可以以这个跟中国签服贸货货 嗯 来解除这个贸易壁垒调查 是好 作为重启服贸货货的这个正当化的理由 嗯 好 那 那我觉得这个要小心 嗯 好 就是他在埋这个伏笔 嗯 好 当然 未必能够那么如他所意 嗯 就是因为 最近最近那个重启服贸 嗯 这个话题出来了以后 到目前为止 我的观察是 社会应该是 呃 疑虑 好 反对的 比较多了 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呃 中国的所谓 呃 重启 呃 这个贸易壁垒的调查 里面埋了一个伏笔 那个伏笔是说 如果是呃 泛男的 呃 他比较喜欢的人当选 那接下来会怎样 接下来呃 接下来那个 因为 1月 1月 1月13号 12号 嗯 贸易壁垒调查的结果 会出 会出来 嗯 那可能出来的结果是说 呃 台湾这个严重的不公平贸易 嗯 所以中国要对台湾 贸易制裁 嗯 好 那这个就做求给 那个 清中的总统 当选人 嗯 嗯 如果清中派 哦 当选的话 就是说 哎 透过跟中国谈服贸货贸 嗯 来解除 好 就是啊 我愿意跟你谈服贸贸贸了 嗯 嗯 啊 你不要 那个 暂缓 对我做 那个贸易制裁 嗯 哦 所以也警告就是 呃 他不喜欢的候选人 要他落选 对 对对对对 好 那呃 这个他 柯文哲有讲过啊 他说 民进党不然 我我讲的你们都这么烦 那民进党有种就把 ECFA这个停掉啊 我想 这这这这是呛嘟啦 呃呃呛嘟 对 应该这样讲 嗯 嗯 哎 就是国际之间 嗯 大家签的条约 协议 好 有一定的 就是 一定的规范 我们说 两国交战不展来时 嗯 啊 你ECFA再怎么样 好 那个 也是 台湾这边 还机会去签嘛 嗯 而且立法院通过了 嗯 立法院通过了 好 呃 问我的立场 嗯 我是支持 把ECFA废掉 嗯 好 我是支持把ECFA废掉 是 好 啊 但是就是 这个 呃 我们毕竟是民主国家 嗯 好 要做这件事情 当年通过是国会通过 嗯 你要废掉 也 还是要国会 同意 嗯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经贸关系啊 都会牵涉到 利害关系人 嗯 好 就是说 哎 那现在在利用ECFA 把货物卖到中国去的人 嗯 好 他们会不会来主张 国家赔偿 嗯 好 那这些事情就是 会呃 不是不能做 嗯 好 但是都没有那么简单 嗯 好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 法治国家 是 好 你不能够说 哎 你政府 政府那个 呃 发的建造执照 嗯 好 盖一栋大楼 楼都已经盖起来了 对 好 啊 你说我建造执照发错了 嗯 好 我要把这栋楼 整个拆掉 嗯 不是不可以 但是那有一定的程序 嗯 好 而且会有那个呃 是不是要性态利益保护啊 嗯 赔偿或补偿 嗯 就是这些事情要处理 嗯 好 那当然啦 真的问我立场的话 我是支持把ECFA废掉的 哦 因为我看马英九的说法是说 你看吧 我在任内签了ECFA ECFA就是一个中国让利给台湾 哦 那所以他说民进党也不 这个也不敢把他停掉啊 哦 那既然是让利给台湾 为什么你认为你认为应该你赞成把他停掉 好 呃 对中国而言没有 纯深意这回事 嗯 嗯 中国国台办的官员经常讲 好 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一方面到中国赚人民币 嗯 一方面回台湾搞台独 嗯 好 那我们不是有很多的企业家因为捐钱给那个绿营候选人 好 然后就被当成是这个呃 晚劣台独分子的金主而被惩罚 好 那为了这样还出来表态说呃支持一个中国 好 这就是问题所在 好 就是呃 当然很多人会认为呃 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 但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没有纯经济这件事情 嘿 没有纯经济这件事情 他就是希望你能够越依赖中国越好 嗯 最好全台湾的人都为无斗米折腰 嗯 好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呃 越分散对中国的经商风险经济依赖 对台湾的安全是越有保障的 当然 如果有一招有招一日中国民主化了中国不再是今天这样的中国 不中国不再是呃习近平 好 然后这样呃集权的中国 那另当别论 嗯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 好呃 呃我是主张 EQFA 非EQFA 是一个呃可以考虑的选项 嗯嗯嗯嗯 啊你刚刚讲到说啊服务业贸易协议如果重启谈判的话 好那啊这个基于不歧视嘛哦那他等同是经济一体化那中国的这个服务业就会大举啊这个入侵台湾 这个会会牵涉到移民的问题吗 呃一定会牵涉到中国人来台湾工作 嗯嗯 好一定会牵涉到中国人来台湾工作 嗯嗯嗯好就是呃因为我们在呃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呃那个商务活动以及专业活动的许可办法里面 嗯嗯好那就呃有规定到好如果中资来台湾投资他投资六百万以上 嗯好就可以有两个负责人来台湾嗯好那呃而且随着他的营业额好他也可以带所谓的专家 带这个经理好呃来台湾好那所谓的专家就专门技术 就是专专业的技术啦好来台湾开餐厅嗯嗯就可以带厨师来嘛嗯来台湾开美容院就可以带这个美法师来嗯好那呃 他会可以带他们的眷属来吗呃可以嗯可以好就是呃每一个中资的投资根据他的投资金额的多广嗯最多可以带15个人来嗯嗯好那这15个人 他们的家属也可以过来嗯好那呃呃啊至于说这就是这些人就是来在台湾工作嗯他一定会影响到不管你不管不管 你称呼不称呼他为劳工嗯嗯他他一定会取代一个人力嗯好所以他一定会影响到台湾人的就业机会嗯好这个是无庸置疑的嗯嗯其实我们很多小型服务业 嗯嗯嗯嗯好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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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些家务内劳动自营作业者 就是将来 那甚至可能包括劳工 都会被这个中国人来台湾工作 这个开放服务所取代 是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赖宗强律师 那赖律师啊 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 他是1970年出生的 然后现在是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 也是过去担任过台湾人权出境会的会长 你2014年太阳花的时候 柯文哲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有挺他吗 没有 你也挺他 为什么 柯的从头到尾 然后让人家看得清楚 他的理念是什么 那我记得柯文哲选举后 应该是有透过一些朋友 就是在广邀市政顾问 那也曾经有要邀请我 那当然那个是就是一个很大的名单 那种顾问 那 上百人 对对对 我是拒绝了 我是没有接受 就是对我而言 我当初是觉得说 这个人讲话有一点 翻来覆去的 或者是有点天马行空 那但是还没有太多的观察 在刚开始的时候 坦白说我也没有对他有很明确的 很负面的印象 那只是觉得好像是一个会 是一个谜 或者是会变来变去的人 不是那种说 你可以很清楚判断 这个人的理念是什么 然后有清楚的号召 然后让选民 那决定可以或不可以追随 那样的政治领袖 我当初只是觉得不是 是 但是并没有对他太负面的 那个结论 那但是这几年的发展 我想我不用我多说 那个 那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答案 好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他现在民调那么高 那么受欢迎 好 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 确实台湾社会 很多人对于 民进党的执政 不是那么百分之百 的赞成 那或者说支持 百分之百的满意 其实那个执政党 执政一段时间 人民觉得倦怠 或者是有批评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所以你在美国 你看到很多时候 就是民主党 共和党轮替 但是台湾的问题是这样 那你不支持民进党 你要支持谁 你要支持国民党吗 你要支持当年那个戒严威权统治到今天还没有走出那种威权余据的国民党吗 柯文哲的现象反映的是台湾的政党体制的不健全 就是简单讲如果今天不是柯文哲 今天换成另外一个人 就是另外一个第三党 他也可能获得这么高的支持 那个不是柯文哲有人支持 而是执政党 未能就是完全取得全体国民的支持 那这个在民主国家是正常的 就是在民主国家是正常的 就是一个执政党的社会支持 就是大概50%上下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有接近50%或超过50%的人不支持执政党 这在民主国家也是正常的事情 那我们不正常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健全的政党体系 简单讲了 我们没有另外一个进步的反对党 一个愿意站在台湾本土 守住台湾主权 守住台湾民主立场的进步的反对党 来跟民进党来做竞争 那所以啊 就是你今天是柯文哲也好 你明天是馆长也好 后天是谁也好 都有可能 获取这个国民党民进党以外的选票 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是一定在的 或者说 他其实就是一个社会需求 对 我记得2014那时候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年轻人50万人上街头 那可是当时的50万人都是年轻人 现在为什么现在 这个同样的这个福茂的事情 或两岸一家亲 为什么柯文哲获得这么多年轻人的欢迎 你确定年轻人是欢迎他的两岸一家亲吗 好 我想未必 好 我想未必 可是那个调查起来说 他的年轻人受欢迎的程度六成 应该是这样讲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当时千福茂协议的那种危机感 对 或者是类似的就是 2019年 那个香港那个反送中运动期间 然后习近平抛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那个危机感 其实在淡化 好 那民进党也必须思索这个问题 所谓的这个亡国感 你在选举中用一次用两次 你不能够永远用下去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民进党在民进党的执政 好 在许多社会政策上 确实是有许多 值得反省 或者是要再进一步检讨的地方 比如说 那个 房价过高 好 然后 青年的低薪 好 然后 租税公平 好 那我们确实 有许多 这个 应该做的 社会改革的 政策 好 没有 好 明显的进展 好 那这个会在年轻人累积一定的不满 好 那当然就是 呃 在 在运动高峰的时候 好 年轻人支持运动 好 啊 那但是在运动退潮的时候 面临的是每天的 呃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计上的问题 好 那这个特别是随着年纪啦 好 你从你从20岁 呃应该这样说 当年太阳花世代的年轻人 好 那也许大学刚毕业 好 那呃 但是在经历几年以后 呃也许结婚了 嗯 那个家记的负担就变重了 嗯 好 那呃 因为这样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嗯 增加 这很自然 好 那再来更年轻的年轻人 嗯 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呃 他们其实对过去那个那段运动 好 的了解 好 可能不够多 好 那他们呃 成长过程中 所面对的执政者 好 可能就是蔡政府 对 好 他们没有领略过所谓国民党的极权统治 好 那这个年轻人 呃 对对年轻人对那个当权者的反叛 是 好 我觉得呃 也没什么不对的 嗯 好 或者也不用太在意 嗯 也不用太在意 好 好 那呃 我不觉得所谓的柯文哲有什么特殊的美丽 好 那呃 更大的问题应该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呃 呃健全的政党结构 嗯嗯嗯 我们没有一个进步的反对党 OK 你觉得黄国昌有变吗 很多人会觉得黄国昌有变 好 很多人会觉得黄国昌有变 因为我记得当时 呃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那个画面常常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呃 是的 呃 呃 我我只能这样讲 好 就是 嗯 嗯 第一好 就是我的角色 嗯 好 呃 其实在318运动期间 我们就有很多的运动伙伴 嗯 对黄国昌的作为 嗯 好 表示呃 不认同 嗯 好 举个例子 嗯 在那个运动中 嗯 好 就是 大家是一起行动 嗯 好 那 你怎么可以没有经过团体的决议跟授权 去见 那个 呃 马英九的副秘书长 是不是 萧续成 嗯 好 那 这件事情在 运动伙伴 好 就引起非常大的争论 嗯 好 那 呃 呃 我必须讲在当时 好 我的角色 一方面要处理 呃 主要要处理说整个运动 好 对外 好 要如何 前进 好 那如何 那个取得运动的进展 嗯 那另外方面要处理 内部的 呃 呃 内内部要维持这个运动是一个整体 嗯 那我当时是选择 呃 不让运动 破局 嗯 好 不让运动破局 好 那对于那一些 呃 就是 呃 对黄国昌的行为表示不满的 声音 嗯 好 那基本上 呃 我我我我我也是尽可能的 就是安抚大家维持这个运动是一个 河的局面 嗯 嗯 那呃 我我这样讲是说因为我是在内部观察 嗯 那我对黄国昌的就是一些行为感受 嗯 可能比一般人在外面看的感受更多 哦 好 那呃 大概我只能够这样讲吧 好 那那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对他的感受 嗯 他是一个比较个人英雄主义的人 嗯 好 那他是一个比较不顾 这个呃 运动团体 这个呃 整体 目标 与整体融入的人 嗯 那现在有更加严重吗 这个就让 大家 去评论吧 嗯 我就不说了 你就不说了 好 那呃 这个 我再请教一下呃 中强兄 就说 因为侯友宜有讲说 台湾缺工嘛 所以要引进中国的年轻人来这里读书 然后留在这里解决台湾缺工的问题 你觉得这可行吗 这个会应该会让年轻人的薪水那个呃不断的往下降 嗯 跟就是拉低年轻人的薪水 嗯 嗯 那呃基本上薪资是供需节供需决定 嗯 那你如果这个让中国的留学生都可以留下来在台湾工作 嗯 那会让青年的失业率 好 更严重 嗯 然后会让年轻人呃 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更低薪 这是我们不乐不乐见的 OK 你这样啊这样的态度能去中国吗 我我已经超过十几年没有去中国了 嗯 而且我也避免在香港转机 嗯 我应该也好几年没有在香港转机了 连双场转机都避免 对 嗯 哈哈哈哈 危险哦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国家你也避免掉 呃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要查一下 跟中国有引渡协定的国家 这样子哦 好 哎 不过啊 整个选举当然还在变化当中 对 你对赖青者有什么建议吗 呃 呃 我觉得呃 赖副总统 好 应该更清楚的 好 把他的呃 关注的重点 嗯 好 那个呃 放在 呃 社会弱势 嗯 好 放在劳工 放在青年 嗯 好 那呃 最近我们看到 呃 赖副总统 所推出来的 一些青年政策 哦 那是一个好的起点 嗯 那呃 我觉得赖副总统 应该在这个方向上 哦 继续呃 把他的相关的政策 嗯 哦 那个内政 哦 那对于社会弱势者 青年劳工 嗯 好 的协助 哦 那个做得更完备 嗯 那我相信这也是 很多人对民进党的期待 你估计谁会当选总统 呃 我自己的判断 那个 到目前为止 哦 赖副总统的 呃 希望应该 胜率应该是比较大一点 是 国会呢 呃 国会就真的很难讲 嗯 国会就真的很难讲 嗯 这 这也是 呃 相当令人忧心的 三党不过半 非常可能 嗯 谁是最大党 我的判断 民进党应该还是 最大党 嗯 民进党啊 对 哦 哦 习次有办法估吗 呃 一 现在很难估 现在很难估 对 对 那你觉得赖清德可以拿几%的选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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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我没有去算了 哈哈哈哈哈 应该 呃 应该有接近45 45 应该有接近45 如果接近45的意思就是 柯文哲跟侯友宜那边要分55% 对 了解 那他们就是变成要搞气宝 对 搞气宝他们才有机会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赖宗强赖律师 他也是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 那非常感谢赖宗强赖律师 针对这个胡帽货帽 如果通过的话对台湾的影响 那么做这么深入的分析 非常感谢你 谢谢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就进行到这边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